部長好 想請問一下 今天早上有講到未來實名制 要使用這個自動化APP感應 想請問會如何落實 以及規劃 第二點想問一下說這個中重症 我們未來有打算要怎麼清零對策是什麼 謝謝 大概就是說 未來我們希望就在失聯制 確實在使用上的速度上面 後來再發簡訊 可能都還是會稍微緩一下 那我們現在有社交距離的APP 現在有上這個APP大概有600多萬 那我們希望能夠推動到1200萬人以上 能夠發揮他的一個接觸 能夠自動來報告警訊的這樣的一個方式 所以未來大家會從相關的機關團體來做 一個推動 那以後也會見次的要進入這種接觸時間 比較長的地方 就一定要來出示 你這APP的藍牙是有開的 那這樣來 當然沒有那時候如果沒有的 那就是當場他可以來 下載 那增加 增加這樣的一個下載率 那能夠把這個效能發揮起來 指揮官好 華視提問 國內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有一是依照RT值推算 可能在17天催診數字會破壞 請問有這個可能性嗎 那請問具體 這樣RT值的具體方法是什麼呢 謝謝 另外一題就是依照各國 疫情狀況發現 長者要打到9成以上的覆蓋率 才安全 除了500元的獎勵措施 減到月底之外 請問指揮中心還有什麼 更具體的方式來推 推那個長者打氣嗎 謝謝 對 打者要打到9成以上 那確實有它的困難度 我們還是會積極的推動 那至於在這個RT值 我們現在目前來講 我們在介於 2.0到2.5之間